剛剛提到的部分,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他不是一個表格 而是一個範圍,那什麼叫範圍,就是預設範圍啦 沒有做任何事情 那什麼叫表格啦,那當然第一個你必須要根據題目要的 常用裡面設定格式化條件 表格啦,那當然呢 他翻譯成表格也沒什麼錯啦,不過 在英文版裡面的話,他其實就是table啦,那table的話其實就具備有所謂的什麼 這個資料庫下面的資料表的概念 其實這個表格我覺得 應該翻譯成資料表會是更恰當的 因為如果你翻譯成表格,你會覺得他就是表格,表格跟範圍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但實際上我覺得他英文版裡面是table table的話其實意思是應該是資料表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格式化之後 他會更貼近於類似像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的這種使用的一種方式啦 OK 那也就是說第一個能夠做什麼,篩選 所以你會發現格式化結果,他會自動有篩選功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解釋會比較能夠理解 那範圍的話就是一般 其實我覺得反而範圍 應該比較像是我們理解的表格啦 你看表格不就一個出生,一個出生,一個出生,他並沒有任何 的 功能嘛 比如說你要查詢的話 他其實好像除非你按下篩選,他才能夠查詢 好,那我們足以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題目啦 你會發現他總共 就是這幾題 總共應該是到三題吧 三題的話,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 第一題的那個 一個E之A 那E之A裡面的話,其實就是希望 因為我們要做這個所謂的交叉 分析篩選器 那你要做這個交叉 分析篩選器 之前呢,你一定要先變成表格 也就是你如果沒有變表格,就沒辦法變成這個 這兩個是變得 一定要同 就是要同步要做的 好,那首先的話呢,他第一件事情是要我們做什麼 先要我們 把那個這個範圍啦 其實就是 不是,他先要插入一個實列 所以呢,等於是A1會變成A11 再把這個範圍 套用那個表格樣式 表格樣式裡面的中等深淺 記得是中等深淺 然後第幾個第12個,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中等深淺那個區塊 然後算第12個就對了 然後表格的名稱 要改成叫做圖書資料管理表格8個字 OK,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先插入 實列好了 怎麼插入實列,很簡單嘛,你就在這邊選 最左邊的地方 會有一個黑色箭頭,點住之後的話,向下拉實列 實列之後按滑鼠右鍵,在這個範圍上按滑鼠右鍵之後呢,選擇插入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在這實列的上面,幫我插入實列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上面會多出實列 那資料就會向下擠啊,也就是說原來的A11 那就變成A11了,OK,把它擠到下面 那你說上面要放什麼,其實就是放那個 交叉分析篩選器的那一塊一塊的東西 那一塊一塊的東西有什麼好處 其實就點了之後,它可以選系所 有沒有,可以選哪個學院 它用點的 我們剛剛是用打勾的 其實到底也差不多啦 只是感覺好像比較漂亮,可是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像要我的話,我很少用這種東西 OK,好啦 題目有講,那我們就照做 第一個步驟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插入實列 OK,第二個的話,游標放在 底下範圍裡面的其中一個儲存格就好了 因為它這個表格會自動幫你去辨識 這裡面的資料 所以游標放在下面之後 找到常用裡面的 設定格式化 設定 格式化為表格這個選項 所以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任一個 我放在這裡好了 然後常用裡面的 格式化為表格這個選項 這邊 然後呢 找到中等深淺 然後算一下,因為這個橫向好像總共7個吧 所以對第12格應該是在 這個才對吧 我猜啦,應該沒錯 沒錯的話,你放上去應該就會告訴你是不是第12格 所以選這個格式化為表格 然後游標放在這一個上面 他就會出現是表格樣式 中等深淺第12格 OK,所以以後反正只要 哪個 樣式第幾個,你就算一下第幾個 OK,點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來他會出現說 是不是這個範圍 好像跟題目要的一樣 OK,那我們按 確定就好了 那當然因為有欄位名稱 所以標 有沒有標題 有,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他就把這個範圍 當成是一個table 一個資料表的範圍 那你會發現上方 就會 出現所謂的那個篩選的這個向下 這表示說 你現在就可以查詢了 好 而且 他把這個資料做 一個好像 讓 樣式格式 讓你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他還希望我們做什麼動作呢 在設定那個交叉 分析篩選器 這個功能 所以再來的話 使用圖書資料 使用圖書資料 這個這個工作表 其實就現在這個 然後呢 設定 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這個功能因為我剛剛提過 如果呢 你有用表格之後 剛還漏掉的功能 這個表格名稱 要把它改一個名稱 名稱好像叫圖書 資料管理表格 所以這邊 可能要把這個名稱 名稱的話記得是在左上角這邊有個框框 然後把它改一下 圖書 資料 管理 表格 OK 記得字不要打錯了 打錯一樣會有錯 而且 記得打字的時候 記得沒事不要多按空白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莫名其妙都多個空白 多個空白也是錯 OK 特別注意喔 不要沒事 就是多個什麼空白之類的 然後按個Enter就可以了 他就會把這個名稱 做變更喔 記得就是我們剛剛 他這個 設定好那個表格之 之後 他的左上角這邊會出現一個表格名稱 那把名稱 給變更了 那變更完之後 你會發現呢 他上方會有一個 這個這個地方叫設計吧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變更的話可以從設計裡面找到 找找看 然後呢 你會發現裡面就有一個功能 有沒有 叫 插入交叉分析篩選器 這個東西 那其實這一題的關鍵就是這個東西 那我剛剛提過啦 如果你的版本太chill 就不會有這個東西 我記得好像是2010 以後才有的 OK 好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他希望把 這個交叉分析篩選器 放在這上面 那一個是 好像是學院吧 一個是系所 希望放在這個 實列的 這個框框的位置裡面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他希望什麼 指定 學院跟系所 雙重條件查詢 然後需要一次產生兩個 建立兩個篩選器 所以我們點這個一下 然後呢他要兩個嘛 所以哪兩個 學院 跟系所 打勾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他這邊就會有個學院的 學院當然 一般你如果要用的話 你就是直接 把它拖拉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系所的話 就把它放在 他其實 有別的設定 所以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那當然你像說 老師我放這邊感覺醜醜的 為什麼第一個 他好像 只有什麼 只有一欄 好像 這個按鈕有點太大了吧 這邊明明旁邊還有很多空間 可是他一個按鈕 卻只能放一個 這樣好像有點不合理 那如果放兩個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有欄 然後有高 有寬 有沒有這邊有 這個欄 然後也有寬跟高 你可以做一些設定 那怎麼設定 甚至還有一些樣式 這邊有一個樣式可以選 那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要我們做 哪些相關的設定 所以第一個 先插入那個交叉 分析篩選器 然後把 學院跟 系所打勾 第二個的話 我們先針對 學院來做設定 所以 產生兩個 這個交叉 分析篩選器 篩選器之後 然後我們就是 第一個就是 要把學院變兩欄 他目前是一欄 再來的話 他有一個樣式 要 套用的那個樣式是 深淺色衫 然後寬的話 高度要5 寬要7 OK 所以這總共有 四個 動作 把它完成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分別 第一個要兩欄 兩欄的話在哪邊 第一個點這邊一下 上面不是有欄 把它改成2 Enter 你會發現 他這個時候 學院 就會變成兩欄了 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 好像更合理 因為 一個 交叉分析器裡面 就其實蠻寬的 那只放 一個 感覺 太浪費空間了 那第二個的話 他希望把樣式 樣式在這邊 選擇的是哪一個呢 他選擇要的樣式是 第三個 有沒有 所以交叉樣式 深色3 所以找一下深色 所以點一下這個樣式 上面是淺色 那我要深色 深色3理論量是第三個 所以123 這個才對 把它按下去 OK了 深色 淺色 淺色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變一些顏色 你深色好像感覺比較穩重一點 OK 然後呢 寬 高度好像是 高5公分 寬7公分 所以高 這邊的話呢 把它直接改成5公分 直接輸入5就可以了 Enter 那高的話呢 是7公分 所以把 應該跟這一下 應該是寬度 寬度是7公分 Enter 所以不用那麼寬 剛好拉太寬了 好 這個地方的話就完成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一個 再換成這個就OK了 所以學院的 交叉分析篩選器 就完成 那同樣的啦 這個系索也差不多啦 所以接下來再點那個系索 然後呢 他的藍數 各是要多少呢 藍是要 這邊藍的話要6藍 所以系索部分 6藍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是要深色5 第二個 第三個是高度一樣是5 寬度就變27 OK 那把它設定啦 其實這個 如果你會設定剛剛那個這個應該就簡單的 這個的話就是6公分的 所以把它輸入6 Enter 馬上感覺好像 這個裡面的 這個按鈕 感覺可以放比較多了 所以以後 我這個 假設你將來要設計一個查詢 很方便的 一個功能 這個是一個還蠻好的選 選擇啦 蠻漂亮的 至少感覺高級一點 OK 那高度的話一樣是5 所以你輸入5就可以了 Enter 然後寬度的話27 所以把那個 寬度直接改27Enter 好 剛剛好有沒有 他就到 右邊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完成 我看看 後面還有什麼功能需求 沒有問題 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這什麼 篩選器設定完之後 放在第1列到第10列之內 那應該沒問題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 理論上 我就把它放在這邊了 那你會說 那到底這個做完之後有什麼效果 很簡單 如果你要公學院的 公學院就出來了 你要外語學院的 外語學院就出來了 有沒有 也就是說你剛剛用篩選 這個功能其實 就跟我們剛剛用篩選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剛剛的篩選是從這邊 打勾 就是說 這邊 換成在上面 那好像感覺 就是 動作可以少一個 因為會比較直覺 有沒有 你要選哪一個 你就直接按一下 他就自動幫你篩出來了 他底下的話 其實有一些條件 他要我們做的 所以我們只要把條件設好 然後把 細索找到之後 就可以下關鍵字 找到他要找的一些 圖書資料 所以圖書管理員 如果假設會這個功能 應該會輕鬆很多 因為要找圖書的話 就不是一件 困難的事情 那同樣的啦 如果你們有手邊 每天要查很多資料 跟各位講 這個是非常好用 查詢 說真的你只要把查詢學會 其實要查資料就很簡單了 因為每天常常有人問說 老師要怎麼查資料 我說你會不會篩選 很少用 不太會用 難怪你不會查 其實篩選 就夠用了 坦白講 OK也不用說你還要學一大堆 篩選 那這個篩選功能 跟資料庫 有什麼 查詢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 沒什麼不一樣 一樣可以很快查出資料 OK 所以你說以SEL拿來當資料庫 有何不可能 當然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OK 好啦請各位試試看 試著把剛剛提到的 基本上就是 我們剛剛是完成 1 1之A 1之B剛好漏掉了 等下再加上去 然後再來就是 2之 第2題可能全部做完了 試一下 哦 1 2 5